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大师团的主席 教科文组织 各个大师代表 斯里兰卡 强迪玛国斯 斯里兰卡 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常驻代表 大力大师 大力大师 今天 我们有缘 用这种高科技的通信 跟大家见面 祝福大会 使者 祈求世界和谐 圆满成功 这一次 我们将在五月份 参加了 教科文组组织 纪念 佛陆 佛陆 降生 在那个时代 确确实实 带给我们 在地球上 西游南风的教学 那么他的教学 非常成功 佛陆祖之后 弟子们 向四面八方 传探 传授 佛陆的教会 有些地方 两三百年 就消失了 也有五六百年 七八百年 唯独传到中国来 这一次 一直到今天 还存在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 我们细心观察了 不难明了 释迦牟尼佛一生 是从事于 多元文化的教学 他是个大教学家 三十岁 他觉悟了 用佛法的说 他明信见信 是见信臣佛 觉悟之后 就开始教学 七十九岁 元吉的 教学整整四十九年 在中国大乘佛法里 常常说的 将近三百余会 说法四十九年 这四十九年教学 非常成功 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古人所说的 先先先将心起眼 他所说的 都是他做到的 他做不到的 他绝对不会说 一生不忘语 不粮食 不起语 不握口 所以在群众当中 建立最好的口碑 没有人不赞叹 那么教学的理念跟方法 是非常独到 这种理念方法传到中国 被中国儒家接受了 道家也接受了 所以佛教变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流 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了 大家都说如是道 从这里我们就能了解它 那么现在二战之后 这段时期地球出麻烦了 社会的动乱 地球的灾变 联合国成立之后 它的使命就是要创造火系 化解冲突 那么这么多年来 冲突频率 我们也做过很多次的报告 主题讲演 把中国古生献献 那些智慧理念经验 介绍给大家 大家听了也非常赞赞 但是慧后告诉我 这法斯你说得很好 这是理想 这不能兑现 这是给我当头一棒 让我真正认清了 今天整个世界危机的关键在那里 实在讲 实在性性危机 才造成今天这个军灭 我们对古人不相信 对祖宗不相信 甚至说对父母不相信 这问题严重的 三岁小孩遇到困难 他就找谁 他找他爸爸妈妈 那就能解决问题了 所以今天有人问我 现在这个社会找谁 我说找老祖宗 老祖宗有智慧 老祖宗有好的理念 有方法 有经验 而且有效果 这都值得我们参考学习的 所以五月份的活动 我有一个报告 主要就是介绍 释迦牟尼佛的教育 我认为 今天要解决 化解中途 促进安定货便 只有用古神先贤的教育 因为问题出在那里 人心坏了 社会乱了 怎么样 把人心纠正 把人的价值观 人生观 回归到正规 回归到人体 道德 英国 宗教教学 全世界的宗教 你去读它的经典 你就了解 都是好的 没有一个宗教 不是劝人 为善 劝人 既得 人心好了 回头了 社会就很安定 冲突自然 化解 社会 这个地球的灾变 也会恢复正常 这些 今天量子力学家 给我们证明 甚至他们提出 要化解地球的灾难 只要地球上的居民 气物扬山 盖邪归正 端正心念 这些灾难 都能化解 根据什么理论 最新的发现 一心空 就是我们意念 能够改变物质现象 那么最新的科学 跟大臣的佛法 世家在2500年前 所说的完全相同 这个是 不能不教人 对于世家佛的智慧 理念 佩服到基础 我想我们五月份见面 我会向大家请教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六十吉祥自在如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